我是真假名人開直播 追蹤暗戰不嫌多 我是從政不行衣時常被人批的 可 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我是誰 這個我今天開直播跟大家來聊聊天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 我不管你是誰 但是你開直播你知道你要面對鏡頭 對大家才是找尊重嗎 那不一定 因為我的幕僚跟我建議 要盡量保持低調 要有神秘感 所以說我這樣背對著 應該是滿有神秘感 應該是猜不出我是誰啦 這沒有問題啦 可是有網友說你背對著 然後做那個你的招牌動作 一看就知道你是誰啦 因為全台灣會這樣子 頭那麼癢的人也只有一個人啊 是誰...他們沒有講出來是誰 有 他們說柯P啊 柯P 對啊 猜對了嗎 柯P 應該是對的吧 柯P... 柯P 阿嬤頭去撞到 耍耳朵死你啊 我... 不是啊 這個有那麼好猜嗎 我只是抓頭 每個人都會頭癢啊 這個抓頭也不見得是 我的招牌動作啊對不對 不是嘛 全台灣頭會這麼癢 而且無時無刻在抓頭的人 只有一個人叫做柯P 是啦 是... 猜對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就覺得喔 不管是猜對或者猜錯的話 你看看我這個人就很直率對不對 只要記者問我問題 我就會回答對不對 那我總不能說記者問我問題 然後我就不回答也不講話 不可能啦 不是嘛 可是網友說其實除了你的動作之外 聽你講話只要常常失言 就一定猜出來是柯P啊 像你最近那個新聞的那個三次 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2017台北市大運對不對 人家選手要進場 你有什麼好在那邊鬧的 我說這些人真是 對不對 你看你真的是衝動 一個市長你到底是什麼星座的 可以在國際媒體面前 這樣子大罵不好的話 我是獅子座的對不對 我在致詞的時候我就說 我那個手勢說一定要辦得圓滿 成功要讓台灣被世界看到 你看獅子座就是衝動 就像你一樣 哪有衝動啊 這個就表示我們有決心 要辦好這一次的四大運 對不對 所以說我那天這個真的很氣 而且我氣我當天沒有講 對不對 我是第二天記者會 我才會指說那些人真是 等一下... 像有網友就建議你啊 可以像某前總統一樣 常常說無可奉告啊 謝謝指教啊 一切依法辦理啊 你看這樣子 就不會有失言的問題啊 可是你每一次講的話 都常常失言 你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這有什麼好檢討的 我覺得剛剛你講的那什麼 一切依法辦理啊 然後這個無可奉告 那才是沒有經過大腦講話 對不對 那誰都會講啊 我都是會講啊對不對 而且我回答記者的 都是經過深思熟慮 我該講的我就講 我這人就是這麼真誠 對不對 所以說那些人真是 我看你 我看你